好 那請教亮哥 因為總統府第二次的道歉裡面 特別強調說飛機沒有提早飛 是在這個22號的12點左右飛的 好 那問題是我剛剛講了 那其實剛剛蔡委員說 就大家認知就是你過了海關 其實就算出境了嘛 那怎麼算 怎麼算 都是21號啊 所以我才說總統府這一次 第二篇的聲明 這你是不是越幫越忙啊 然後越道歉就越道歉越糟糕 總統府這個發言人是新任 就林宇禪嘛 他可能想多一點曝光吧 這個 我跟你講海關 海關是一翻兩瞪眼的 這沒有空間 因為他刷你的護照 如果是管制人員 他就亮紅色警戒了 你就出不去 你時間還沒到就是出不去 他一定要刷那個機器的 那你就是出不去 所以 海關第一線人員當然很難為啊 所以我猜啦 我猜他過去可能都有人戴 對 這不是第一次 對 所以才會他會視為當然 奇怪你怎麼擋我呢 以前可能是有人來戴 那這次到最後也是有人帶他進去的啊 就一個長官過來就大家都進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海關確實有可能給予這種特殊待遇啦 因為就是沒有刷你的身份啦 或者是明知你的有效時間還沒到 他就讓你方便啦 然後幫你做一個假的記錄這樣 這個就法論法是偽造文書啊 那如果他進去就又做了非法行為 那你都有責任 我說這個海關人員 所以 對於 坦白說啦 這站在這個海關第一線的那個人員的角度啊 我們是要給這個海關人員比個讚啦 就是說他 他膽子真大 我猜他跟他咆哮一定跟他講了一些話啦 只是可惜我們沒有辦法重述 如果你可以找到那個海關人員 一定可以問出說 他到底咆哮了什麼 一定有件事情 對嘛 說他到底咆哮了哪些話 比如說 我說我認識你們你們兩個 長官 以前都可以啊 現在不可以 我猜有這一些話 諸如此類的 那結果那個人 還是不放棄罵你就知道 所以這個小兵不容易啊 這個海關人員在這樣還挺住不容易啦 因為秘書處長 說大不大 說大也很大 國安會要來找很多單位的查 其實是蠻容易的 這個 所以 我覺得這個大概就是浮上檯面 那一定是海關的人氣不過 然後把這個消息丟給時代嘛 對 那這個當然國民黨也要檢討啦 為什麼不丟給國民黨 對 真的檢討 檢討 好 國民黨現在很忙啊是不是 我希望我接下來有機會到立法院就接這一招 對 對 對 裏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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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有點離奇啦 因為國民黨有38席 怎麼去找時代呢對不對 對 而且還這個黨主席自己出來開記者會 這個 這個 我覺得時代大概建立了一個民生啦 他比較不會 他不會說這個事情很小他就算了 或者說 反正我就是要K平進堂 所以我是覺得 我的直覺啦 就是以前一定發生過 對 以前一定都沒事 那國安會這個級別如此之高 那海關的人一定向來都是放心 那就沒想到碰到一個 踢到鐵板 踢到一個鐵板 那就他比較奉公守法 堅持原則 那就爆出來了 對 亮哥踢到鐵板 那就依法論法嘛 那這一次的事情是移民所後來的處理方式 是要說等到22號才把他的資料輸入系統 這擺明了就是違法 違法 對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總統府真的這一次來講 道歉速度之快 真急著道歉 昨天第一次道歉的時候先說是誤會 可是後來我們搞了半天發現 這一點都不是誤會啊 這個是國安局移民署都沒有按照規定來 好 那這個是總統府搞不清楚狀況 還是說 就知道等要搞清楚狀況的時候 還是在繼續護航下屬 亮哥 這件事已經爆出來了 所以他非面對不可 對 可是他在第一時間的時候是說誤會 第一時間他大概還沒有搞清楚 是在手上掌握多少證據 有可能是這樣 那後來就發現他手上所有的資料都有 可能是這樣 沒有啦 這個第一時間誤會 總統府發言人可能也搞不清楚狀況 因為這種事情坦白說 一般人不會知道細節嘛 所以我認為是 他發現這個是 因為你什麼時候進場 上面蓋幾點 那個都是有證據的 是啊 有紀錄耶 逃不掉 對啊 所以他就知道這個搞下去 真的有違法的風險 那亮哥你覺得總統府第二次的道歉有比較好嗎 他跟你講那個飛機沒有提前 就是沒有提前起飛 我因為秋顯是 他一開始是說11點53分就起飛了嘛 那等於是還沒有到1月22 你是提前一天 可是我很難想像飛機可以提前起飛 大家 我們今天都在這樣討論 說只會延後 只會延後 對啊 怎麼可能提前起飛 除非就是說所有的人都坐定了 那check之後都沒有什麼錯誤 那這個有可能提前起飛啦 確實有可能 可是提前很多耶 很多 因為本來是那個凌晨的12點15 15 對 結果他是11點53 這秋顯智講的 對 那今天是出來講說 沒有啦 是過12點一點點才起飛 可是也是提前 對啊 也是提前 對 可是就是要把它說成是22號啦 我差別在這裡 所以他認定的離境時間是起飛是不是 可是我們剛剛都講了 你通關了 是進關 進關才算離境 是不是 進關就算離境 對啊 當然啊 那他進關的時間就是沒有合無標準 沒有 他跟你瞎扯啊 到底是那個登機門關為止呢 還是說滑到那個滑到為止 對啊 他跟你胡扯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你說只要一通關一入關 那基本上就一定是11點多啦 對 一定是21號啦 一定啦 一定啦 事實上不太可能不是之前啦 除非你是最後一個進去的 對啊 也不可能12點整機嘛 他自己講說0點 0點過後沒多久就起飛 那表示很早就進入機艙了嘛 對不對 還有講 亮哥 這個一定有人說謊啦 當然是 可是 現在他的處理模式 一定叫海關不要講話 那 如果有哪個聰明的媒體 找到了你 你也不要受謊放 那當然現在 媒體也許會去想要找海關的人 問 那海關可能都不會接受啦 那就配合說謊 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會有真正的證據啦 那個一定有當場的畫面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 監視器咆哮什麼 咆哮什麼 這個就是另一場戲的開始 那這個有人可以拿到嗎 對不對 亮哥 楊洪志這件事情呢 陳建仁呢 硬起來了 就只給三天四間 說趕快給我調他出來 好 那當然我剛剛特別提到09年 這個朱運鴻的事件 那當時呢 這個民黨立委 葉宜晶還有說 就是罵馬英九本身呢 是縱容下屬開小差的慣犯 類似事件在馬政府中 犀牲平常 上位者公司不分 下面官員就有樣學樣 好那當然有人講說 現在葉金他已經身為監委了 那監察院要不要立案調查 楊洪志呢 再看到這邊我只覺得 又來了又來了 滿滿的回力彪又來了 亮哥 這個公務車 會被周刊追到這個程度 真的是非常罕見 我覺得也是內部人爆料吧 當然是啊 看不下去吧 就一樣了啊 怎麼可能會被 給那麼細的東西 又不是跟女友約會對不對 誰會對你濫用公務車有興趣 而且 坦白講從中央到地方 從行政到立法 濫用公務車到處都是 對 那你怎麼會被人家盯成這個樣子 對 我覺得一定是相當頻繁的 而且一定是內鬼檢舉 不然怎麼可能到這種程度 因為坦白講你說 我當立委期間沒有濫用過公務車嗎 偶爾也為之 你說你嘛 比如說上電視 他可能就急著就叫公務車 是 上電視也是公務使用 就是有人就說不行 有人說可以 不過我僅限於上電視 那他這個已經是離譜到 他成了日常代步車 包括去上課也是 然後泡湯也是 然後跟朋友吃飯也是 然後有點離譜 那一定是自己的車了吧 對 所以一定是內部 可能運安會的車不多 那他就給人家霸著一步 所以引起不滿 因為現在一般好像沒有固定是你的車吧 首長有 首長有 政務官 首長有 那他 如果連首長的公務車 濫用也被人家爆料 那很嚴重 那我看你這個人 人怨口話相當 他要檢討 相當糟糕了 這個太離奇了 因為通常 比如說我們立法院 報這種料的通常都是派車的那個部門 要不然就司機在那邊咬舌頭嘛 不然誰會知道 所以 我猜他一定是回去再查說司機 你是不是搞我啊 不然難以想像 這個是指定 就是部長用車耶 部長用車 還會被人家爆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簡單講就是整個螺絲都鬆了啦 就是 你怎麼會覺得這種行為是允許的 就好像以前 這次下台那位啦 他不是健保局那位 他不是跟一個女生 叫他陪他去哪裡 他就說 我是叫他陪我聊聊天啊 他不覺得這叫性騷擾 你知道嗎 就是整個都鬆了啦 就是行政的 管理的力度都鬆了啦 所以蘇貞昌表面上看起來很兇啊 知道很多細節他沒有管到 很鬆 那更不要像陳建仁 陳建仁我認為一定是 大家認為說這個 已經到解放階段了 就是以前蘇貞昌廣 我就沒被抓到 那陳建仁來那大概可以 大家可以鬆 有這種心態 可以那個寬心 可以寬心 大概會有這個味道吧 就要比蔣萬安去當市長 很多公務員就會說 這個沒有柯文哲可怕 就會有這種心態啦 所以我認為就禁於不鬆了 不過這兩個案子看起來都是 都是行政部門自己出問題 那消息來源都是行政部門自己 那這個才是陳建仁真正的警訊 就是說你那個公務員大隊 裡面以後充滿了爆料中心 對 這多恐怖啊 陳建仁的警訊 在野黨真好幹啊 他對國家是好事好嗎 你不知道整個被送在野黨怎麼樣 這國家是好事好不好 就是這個就是 你沒辦法想像的事情都爆出來了嘛 對不對 像國安會那個秘書處 這種事情非常罕見 這個我剛剛有問佩君一類似的問題 你說何止陳建仁是警訊 但整個民進黨來講 2024都是種危機吧 因為看不下去了 基層爆成這個樣子啊 對 因為我覺得當然就是因為你去年選的不好嘛 大家就覺得說 哎呦搞不好會輪替哦 是 這是一種 第二是說好歹國民黨立委也會增加吧 藍綠的態勢力量的比例會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本來就不喜歡民進黨嘛 就開始大膽開始做一些行為了啦 可是如果是行政體系內部的內爆 那真的是很可怕 對 因為所有的訊息他們都知道 所以那個 38位國民黨立委的幸福日子即將來到 他會有接不完的爆料 奇怪這個案子怎麼爆到時代力量去的 國民黨要監察 可以進入立法院了 以後就可以怪你了 他這個爆給鏡周刊啊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從裡面呢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磁磷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 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生成精呢 就是上我們的快點GO